看你看 你看 站到手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舒畅 现在我正在全泰国最好的大学 朱拉隆工大学旁边的小吃街 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当地的 又便宜但是又具有它个人特色的美食小店 那在这里的每一家店呢 都像我身后这样子 排队排得超级夸张 那今天过来呢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几家 我自己私藏的口袋名单 那现在就从第一家开始吧 这个烤面包 非常多的口味 而且馅料很足 大多都是30株25株一个 所以是很超值的一个小吃 然后这一家呢 它其实除了烤面包以外啊 后面也还会有一些饮料的 那像是刚刚 我是选择了这一个 北海道牛奶的口味 还有一个 提拉米苏的口味 听说这一个味道是卖的最好的 我们等一下试试看 虽然说这个小吃在泰国的街头很常见 但是大多数都是鸡烤的 可是这一家它是用炭火烤的 而且烤之前呢在里面跟外面它都会先刷一层黄油 等一下吃起来就会很香很脆 好了我们现在去坐下吃吃看 哇奶味超浓 而且它的表皮真的烤得好脆 就算馅料这么多也没有把它弄软 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超多 像不要钱一样这个馅料 我们现在来试第二个表面好像还有一些 阿华甜粉吗这是不知道吃吃看 这个咖啡味好浓 但是它又不会腻 看一看 人生建议来吃这个面包记得带试纸巾 你看站到手上 看似乎做啥 看似乎做啥 我听说Lisa呢也很爱这一家 在网络上已经很火了 现在我们是下午6点钟 但是已经大排长龙了 店里面都坐满的人 我们还要在店外排队 好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我们先进去 像这里的话基本上都是60到80株这间一碗甜品 然后呢它主要是鲜奶 刨冰姜汁还有豆浆作为低汤 然后搭配各种的小料 小料的选择超级多 那我听说Lisa最爱吃的是这一款 火山鲜炒鲜奶 那我现在就要点一个这一个 我们得到了 份量还蛮大的 我觉得这一份足够两个女生吃了 它上面好像有可可粉 然后呢鲜炒给的也超多 中间有一个大块的刨冰 那这家餐厅呢其实有一些配料可以自己加 那现在我们先从原味开始吃 没有很好吃 我又开始撒谎了 我觉得喜欢鲜炒的也很这么会很合它的口味 这家店很可能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设置 然后让你自由的去调节它的甜度 所以我现在想加一点黑糖试一下 加一勺 好再吃看看 我觉得好吃很多诶 因为我喜欢吃甜的 加一点 哇好神奇啊 又干香然后又有奶味 好吃 我觉得来到这边一定要试一下我这种吃法 好吃 现在这家是一家汤圆甜品店 它主打的汤圆 足足有11种味道这么多 除了汤圆以外 其实下面也有各种小料综合的甜品可以选择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11种味道的汤圆全部都尝试完 然后当中跳几款我觉得最值得来尝试的味道推荐给大家 那现在我们先继续点蛋吧 我们点得到了 五颜六色 哇而且它分量好重 紫色的 看起来是芋头味 它的馅好满哦 一咬下去一整颗都是 而且它的皮不会特别的厚 哇好吃 这一颗黑黑的 不知道是什么 试一下 是绿茶味 是绿茶味 有点惊喜这一颗 它的茶味好浓哦 我觉得这个味道肯定 等一下在我的推荐名单里面 下一个黄色的 我觉得应该是香蕉的味道 它的香蕉味好浓哦 它调的好神奇哦 就是 没有任何的那种很甜腻的味道 然后又吃起来 很像在吃那个食物本身的感觉 我觉得这家的料都用的好新鲜哦 我刚刚把这里的 11种汤圆全部都试过了 然后其中有4种我觉得是很值得过来尝试的 第1个就是 这一个味道 我刚刚以为是蛋黄的味道 然后其实它是 卡斯达酱的味道 绿色的这一颗 然后第2个呢 就是香蕉味的 第3个呢 就是这个 香芋的味道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 它的茶做的 很浓很甘香 可是它又不会腻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尝试 那以上这4个呢 就是我个人最推荐的味道 现在我们继续去下一家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叫做 Joyal的米其林餐厅 然后这家餐厅从下午4点 一直到现在8点 都还是这么多人 排队超夸张的 这里听说呢是有全泰国最好吃的妈妈面 那现在我们就进去点蛋开吃 这家除了妈妈面是屁点的以外 他们的辣炒蟹腿 凉拌鲑鱼 还有炒通菜也是他们的招牌哦 现在菜都上起了 我们一道一道的试一下 羊拌鲑鱼 你看 裹满了汁 好爽哦 它这个吃得出来很新鲜 它是酸辣的汁 很泰式很传统的酸辣汁 但是它的柠檬味很重 所以吃起来就算那个肉 很厚很肥 但也不会腻 我要先试一下 辣炒蟹腿 像是泰国啊 它大部分蟹肉蟹腿呢 都是帮你剥好的 这样整整一盘上来 就不用自己动手 这个基本上是每次去吃泰餐都必点的 一道青菜 通常这个通菜 别加的话它是蒜味跟那个辣味比较重 但是它这一家呢是好柔味比较重 挺好吃的这一家 最后最后最后 我们的招牌 我们的妈妈面 招牌的分量我觉得足够四到六个人的分量 有这个 烧肉 有肉丸 有鱿鱼 这个虾肉也超多 很厚一块 还有一些剥好的蟹腿 你看下面还有一层 那像是正宗的吃法呢 它是有四个生鸡蛋嘛 我们要先把这四个生鸡蛋把它搅匀 我们先试一口面 嗯 好吃耶 我觉得喜欢酸味比较重的话 会很喜欢这一个汤底 而且它其实辣度也足够 但是呢因为刚刚我们加了有四个生鸡蛋 所以其实把那个辣度有一点点综合掉 我觉得这个对排对排的值 好啦以上这四家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在珠拉农贡大学附近的美食店 那后续呢我会出更多 在泰国吃喝玩乐咨询的影片 所以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要继续吃了 词 摧尔 看看 卫里面 知识 打赞 你 词